耶 發票載具又中獎啦 每兩個月一次的加菜金 載具雲端對獎 輕鬆到手 不少民眾的小確信就等著課 但萬一中了獎卻拿不到錢 怎麼辦 有民眾就收到這財政部郵件 嚇到爆 表示載具鬼虎錯誤 中獎發票無法合約 沒法匯款的更新資料 點進去要求輸入信用卡 這才驚覺 欸不對啊 載具哪有綁卡 原來這根本是詐騙 只是真假信件比一比 根本嚇到爆 兩封標題都是 逗大財政部正合服務平台 只是仔細看 釣魚郵件不但出現簡體字 還使用信息等大陸用語 若沒察覺到這些小細節 沒關係 只要切記著一個關鍵 妙戳破詐騙網站 政府機關的官方網址呢 尾端是.gov.tw結尾 任何直接在gov前 直接冠上的英文字或數字 都是不正確的 千萬別中獎不成 先中招 但除了載具有詐 連收個包裹也差點出事嗎 有民眾人不在家 收到郵差貼上包裹領取統治單 上頭還附上郵務專員的 手機號碼 哇 很感興耶 老人家的話應該就是看了 就直接打電話過去 覺得貼心大趣妙GG 一回播恐怕 立刻被盜取個資 慘遭詐騙 仔細看雖然這假配送單 披上郵局LOGO 真的嚮到爆 但真的招領單 從一般郵件 掛號信到包裹單 都不會出現手機號碼 看到手機 這絕對是詐騙 別理會 勞記關鍵一招 不再傻傻中招 記者離奇 葉正雲黃昀蘭 台北高雄採訪報導